好,同学!我们开始上课啦 那个,开学到现在呢 我们总共JSR29两节课上去 再上10堂课 那所謂食堂課 從迷你課程的18小時來說的話 已經超過一半了 那不曉得大家對 這個所謂鎮廣實境 尤其是其中的AR.js 要用Marker Base的這個 實作方法 不曉得是不是 稍微比較有概念一點 OK 讓你回顧一下 第一次作業 你做什麼 第一次作業 基本上面是 讓各位熟悉怎麼樣 簽了一個title page 簽了一個這個所謂作品期 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那個 只是一開始 藉由更改 我給你的程式 再加一點點 讓你自己去嘗試3GS 所以第一個作業 事實上 並沒有做什麼事情 第二次作業呢 稍微多一點 可是第二次作業 怎麼還沒有分數 請給我多一點時間 改一下好嗎 就在於說 電視作業 照演的是 你的這個 合成場景 虛擬的場景 跟你的真實場景 之間的尺寸匹配的問題 這裏是 marker based 或是擴增實境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藉由這個 所謂轉盤 它轉盤的旋轉 讓你從三個顏色當中選一個 然後同時也藉著一些簡單的 HTML 操作 讓你把你的結果 在螢幕上把它呈現出來 那 接下去你說還做什麼 你還記得第二次作業 你是怎麼讓它轉的嗎 就是你會有一個HTML的Button HTML那種ToggleButton 然後利用所謂滑鼠 或是什麼東西來點 來點 可是Button有一個 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說 它的行為是Toggle 就是按一次、按一次、按一次 它不能常按 當然如果你去查一下 再來Share Button 怎麼樣去偵測長按 然後按越久 你可以把做越長的事情之類的 然後國內有點複雜 所以 或就是說在互動上面 你好像有一點這個 普世太智 所以我們今天329這邊上課 這邊有幾個重點 我要強調是AR裡面的互動性 畢竟 或是實際就是一種人機界面 人機界面的話 你怎麼樣去跟 怎麼樣去做互動 尤其是AR.GS 是你手裡拿著一個手機 所以拿著一個手機 那你怎麼樣去做互動 所以你沒有鍵盤了 也沒有滑鼠了 阿里子龍去點選你的螢幕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樣來處理 或是最自然最好的 另外一個這個是HUD 是在很多 很多的這個 這個什麼 很多個東西上面都有這個HUD的設計 你們早上大概 我不曉得你們幾天來學校 那我也不曉得 你們在電視看的很少對不對 有多少人看過蜘蛛人 最新的一集 就是那個 Tony Stark已經死掉了 那一集 那邊這邊有個眼鏡 你還記得嗎 有一個叫Eden 那個聲控的 所謂AR的眼鏡 OK 那你從那個AR裡面 你可以下 你可以下 下指令 我看能不能找到劇照 這個叫做 Homecoming Back to School 蛇 土片 然後 是這個嗎 還是衲照都是有郭医攤了 所以我需要 香港人 这第一集啊 难道是Homecoming吗 Homecoming 有这个火车的这个台式嘛 对不对 那这里面有没有过于他的Eden 的那个 没有 那我就直接再加Q2下去 就这个玩意儿 是吗 然后你戴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场景 然后 你也可以看到额外的资讯 这里 没有吗 没有 就是这个 OK 因为这玩意儿今天早上又在重播 对不对 大概在9点多在那边重播 现在没事又看了一下 所以 当然是有扩正实际的研究是在研究说你怎么利用这个设备 来让你可以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戴眼镜的话 你就不用用医治手去操作你的手机 OK 东西会变得很单纯 OK 可是 可是 假设目前我们先不做这一块 OK 好 那现在是互动性 互动性的东西 给各位看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所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在卖的东西 商品名字叫做Murge Cube 我们看一下他的操作影片 他所诉求是叫Hologram 叫全向摄影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手上好像 有一个真正的立体东西一样 音乐不重要 所以我就不放给你听了 他手里事实上是一个方块的球 那事实上是一个marker 一个六个面的marker 那你可以放到不一样的面 就跟你一样对不对 这个偶尔有时候相机不太稳的时候 没有那个marker 会露出来 这个方块的面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當然你也會說 這個東西好像對跟那個 真實的場景好像沒什麼互動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是VR 因為這個東西在你的手上 然後藉由你旋轉這個Q 你好像在看 很多種東西有時候是同一個東西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剛剛也看到一個小遊戲 你事實上是利用這個 偵測到的Q的 你的所謂Mark坐標系統 來決定說你那隻魚 那隻魚剛剛在哪裡 重開一次 這裡是嗎 從這裡開始重開一次 這個魚你看它現在是草厚 那表示這個Marker坐標系統 它的X它的Y它的Z 是在這裡 然後隨著它旋轉的這個 旋轉這個方塊時候 你的魚的方位就會改變 那事實上這些東西 這些壽司的這些東西 都是什麼都是2D的 然後你藉著移動這個Q 來吃這些東西 仔細看一遍 然後這邊有個Score 當然魚本身也會動 因為方塊不動的時候它也會動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看你怎麼設計 好嗎 那我們講過 這項課已經接近一半了 所以請你可以開始想想 你這期想要用AR.js做一些 做一個什麼樣的最後的一個project OK 兩個人一組 一個人一組都可以 要看要做什麼 那我們還有一些東西需要交代的 第一個怎麼互動對不對 所以請你回來看 這裡 互動 這邊touch是在做什麼事情 OK 我先給你看一下 我們先講比較好講的好了 為了讓生動起見 與其你在那邊配自己的顏色 你可以利用材質來做會好一點 那材質是3gs 一個任何polygon上材質 其實是3gs可以上的東西 比如說我這邊給你一個範例 那我來講解 這個算是機會教育 讓你藉由這個簡單的範例 來瞭解說 材質要怎麼上 首先呢 材質你要去找一張影像 OK 找一張什麼影像呢 隨便你找 那我這邊找的是 首先你要大概把這個視窗拉到1比1 看起來比較對 OK 那這是什麼東西 你要去找影像 比如說 這個title可能叫做 圓形的按鈕 圓形的按鈕 所以類似這樣 那你就去找 Circular Button OK Circular Button 圓形按鈕 Google的圖片 然後 找圖片 你就會發現有好多東西可以選 那假設 比如說對不對 我現在 我應該先把作業列出來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要往哪裡走 下一個作業要做的東西 是第二個作業的改良版 OK 進階版是什麼意思 我這邊要有Head-Up Display Texture 跟Extrude Geometry 來做這個第二個東西 你還記得第二個作業是什麼嗎 你圓盤用鑽的 知道嗎 鑽的時候 Toggle兩次之後 圓盤就準備要停下來 慢慢停下來 那這次的作業呢 是有一個指針 這邊有一個固定的圓盤 所以盤子不會鑽的 然後指針是會鑽的 然後這個指針是一個3D的指針 是用Extrude Geometry做的 那今天會帶你看什麼叫Extrude Geometry 那做了一個指針之後 原來的作業2的HTML Button 會進化成HUD的Button OK 然後這個Button的形態 它的外觀是有上材質的 OK 然後指針在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開始旋轉 然後按鈕按下去 它就一直轉轉轉轉轉 轉到某個適當的極速之後 以定速旋轉 然後當你把按鈕放開之後 放開之後指針迅速減速 OK 我這邊為什麼強調迅速 因為 就我現在所看到幾份 這個第二次作業的作業裡面 有的人減速減得太慢了 我看那個要看好久都還不停 實在是看得有點累 所以請你讓它減速減快一點 OK 迅速減速 然後指針停的時候 指針會停在你的盤上面某一塊地方 同上次作業一樣 將結果在螢幕上面呈現 對 然後最後繳交這邊 我給你另外一個需求 就是說 你 雖然有一個index的html 放所有東西的animative跟UIL 那我希望你這次放的 就不需要放animative 請你把這次作業 比如說這homeware 3.html 這整個網址 這整個UIL 你把它做成一個QR code 然後放在index的html裡面 然後我會直接去用iPhone 或iPad Pro 這是我手邊兩個東西 我會直接用camera去啟動它 然後直接看到你的轉盤 OK 這個轉盤就沒有上次的什麼大小 沒有 我們應該講說要做直立的轉盤 好嗎 隨便 直立水平都無所謂 那已經沒有 就沒有上次作業的那個 所謂尺寸匹配的問題 你還做多大就做多大 OK 好 所以幾件事情需要交代囉 第一個是 剛剛講的材質 所以才會有按鈕 Circular button 這麼多可以選 對不對 那這邊你會看到兩種東西 這個 這個是一張影像 是一張正方形的影像 那你要把它貼在 Circular geometry上面 你注意看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 Circular geometry 它是一個圓 OK 你要討論在 Circular geometry 第一個參數是半徑 第二個參數是 你用幾邊形來近似 這個東西 來近似一個圓 所以這是二十邊形來 來代表一個半徑為事實的 為事實的圓 材質咧 材質是Basic material 它不受更光的影響 可是它有一個map 那這個map呢 就是你前面要load的一個texture 所以直接要從這裡開始 你要load the texture 3gs 必須要先new一個loader ok new一個loader 然後第24行 這裡有一個loader set cross origin 然後後面是一個空白字串 這個呢 是只有在jspeeder裡面才要 在html裡面是不用的 ok 那有了這個loader之後呢 基本上面你要啟動load這個method load這個method的第一個引數 是一個url ok 那什麼叫做image rule 這是一個 通常是一個不用錢的地方 給你儲存你的影像的 等一下會介紹 ok 那有去備的話一定是png檔 等一下也會介紹 那下面這個東西呢 是指說 一旦這個load結束之後的callback function where resources is loaded ok 因為這個圖也許有點複雜 load需要時間 所以 我等到這個load完之後 load進來的東西 我就要texture 把它放在這裡 function的引數是你剛剛漏進來的東西 我把它當成是basic material的map basic material的map ok 然後呢 然後我做了一個mesh 是利用這個circle geometry 利用剛剛定義的這個材質 然後把它叫到場景裡面來 這個程式就只有這樣而已 ok 好 那現在問題是有幾點 circle geometry要load這個東西進來 你說不去背可不可以 我看看 我先告訴你imageure好了 imgure.com imgure.com imageure呢 是一個提供人 讓你放 放image的地方 ok 那我現在是已經登錄了 登錄之後 你在這邊就可以選images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所有的影像 ok 我所有曾經放過的影像 都在這裡 看到嗎 那你可以放 要再多再多 然後隨便選一個 比如說選這個美國隊長這個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它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資訊 比如說Edit image Edit image Edit image 這邊只能做Edit 動作不多 你能做Crop Resize Crop就是 比如說有點長方形 你要把線上正方形 那Resize 現在這個是570乘713 也就是說高度比較高 寬度比較長 那我如果要把它選小一點 ok 然後我再resize 成2的N次方 比如說這邊離570 最大的2的N次方 就是 512 ok 然後我再把它resize 成512 x512 然後再把它save起來就可以了 好 這個先不講 ok 所以這邊是 剛剛到哪裡去 美國隊長是嗎 剛剛是我直接進入Edit image 你可以做一些editing 那如果你不要這邊旁邊一些link 比如說你程式裡面怎麼給這個影像的URL 這裡有一個Direct link 不要看其他的喔 要看Direct link 這裡有https 然後什麼 ri.image.com 然後這邊有一個 你的流水號 你只要按這個copy 這個資料就會被copy下來 ok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到這裡了 比如說我剛剛美國隊長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把它換掉 ok 換掉 那你看現在會變什麼樣子 記得這是一個圓 我現在貼了你剛剛那個美國隊長 他就會變這樣 ok 有點怪 可是邊邊 你說邊邊它自動把它去掉嗎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就是一張圖 然後 因為我的polygon 就是一個 二十邊形 所以只有中間這部分看得到 ok 所以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說我們剛剛的Circular Button 你選一個你覺得還不錯的 譬如說 這個好了 禁止通行 ok 然後你選了這個 那你想把它選下來 ok 我把它另存 可以嗎 雖然這邊有些浮水印 可是為了講解起見沒有關係 桌面 桌面 STOP ok 這是JPG嗎 JPG ok 然後寫STOP就好了 ok 然後你會發現說 剛剛的 視窗 下載這裡 應該會有一個 STOP 對不對 STOP JPG 你把它打開 在我的預覽程式裡面 你可以看到 為了示範這個 這個 為了示範什麼叫做 這個去背起見 喔 我這先Folk一下 然後把這個東西改成 叫做 我要改成正方形 ok 那你說正方形叫什麼 不是circule geometry box是3D 那2D叫做什麼呢 2D叫做plane 好嗎 那我就用plane geometry 半徑是40 所以全長是80 ok 所以這邊只要給全長就好了 ok 然後 就看到 你的美國隊長 是不是長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都沒有去掉 對不對 我現在如果要把 美國隊長去掉 然後讓他成 背景顏色出來 背景要什麼顏色 我現在沒有給 所以我的背景 叫做clear color 好給他888888 8是介於0跟f之間 所以他會是灰色 那我現在去背 ok去背 好吧我直接抓 抓美國隊長下來去背好了 ok 美國隊長在哪裡 美國隊長是不是在這裡 copy是不是在這裡 ok 然後我這邊有告訴各位一個 所謂去背網站 你不用Photoshop 當然你如果Photoshop高手 請你用Photoshop 如果你不會的話 這邊有個專門做去背 然後上傳圖片 或是給UIL 上傳圖片給UIL 或UIL 確定 ok 美國隊長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 這是原始圖 這是以消除背景 你要檢查一下 你要檢查一下 你覺得哪裡有錯啊 不是不用再一次了啦 如果這個是你去完背的結果 你覺得這個結果你會滿意嗎 發生什麼事情 要注意 這個棋盤格的格式就是背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漏進來了 這個也漏進來了 好嗎 對 它這個跟背景色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是這樣 那沒辦法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叫做什麼 它的那個 剪影的地方 正好是白色 跟後面一樣 所以把它剪掉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重做一次 你再重按一次 也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你要按編輯 好嗎 要按編輯 那編輯這邊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邊有個擦除跟微部 有沒有看到 對 那恢復就是把去了背的東西 把它 把它 恢復上去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好像只能跟 用粉一樣用鋪的 你有看到嗎 回來對不對 事實上你這個東西 可以大一點 沒有關係 那你說 弄到原來怎麼辦 他只是把 回復那個 這個圓圖的顏色 OK 那邊邊比較小 那你就是要小心一點 OK 邊邊比較小 這個就是 弄小一點 然後移到旁邊 插除 這個怎麼辦 背景 離過來一點 怎麼移啊 不理我 不理我 我對這個是不太熟 我也不曉得他這個為什麼不理我 這個是要 怎麼樣才會動 哦這個 方向鍵 OK 好 那我再繼續用 小一點的圈圈來把它擦除 欸 很度很度 可以 加恢復好嗎 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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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點 大一點好了 OK 然後等到差不多之後 好 我現在大概 大概差不多好嗎 你就下載 下載不便 他就會變成這個 請注意 那個 一個東西去背之後 它會把背景存在另外一個 channel 叫做alpha channel 然後換句話說 有RGD 是代表顏色 alpha channel是0或1 代表它是 死心還是空心的 或是說有去背跟沒有去背 那只有png 這個檔案格式 才可以支援alpha channel 其實png不行 所以它自動存成png 那這個東西 我現在要把它去背 這個 這個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去背了 我要上傳 好嗎 然後回到 回到這裡來 我準備 我準備 add images 我已經登錄了 如果沒有沒有登錄了 你要先 你要先sign in 先sign up 再sign in 跟那個JESPINO一樣 browse browse 然後再下載這裡 然後再下載這裡 然後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打開 把他漏完 漏完 這個新的 美國隊長 按下去 就在link copy ok 然後把它換到這裡來 把它換到這裡來 然後把它的 這個 你剛剛漏了這個 選起來 貼上去 ok 喔好 那這邊要一個 這個叫什麼 機會教育 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這邊 那個 basic material 有時候要設定 除了要設 map之外 如果你有去背 對 transparent as a true 然後你有一個 alpha test 看到嗎 這兩個是你去背 要下的指令 對於這種去背 那你說這什麼意思 這是對於臭明兒才子 如果alpha值 小於0.4的話 就把它丟掉 它的像素就丟掉 那alpha值大於0.4的話 就留著 那因為剛剛png 經過去背之後 然後 美國隊長 在這裡的 本身的alpha是1 然後去背的背景 這一塊 alpha是0 那你說剛剛為什麼黑黑的 因為你沒有下這個指令 ok 那0.4有什麼關係 0.3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是介於0跟1事件 所以沒差 可以嗎 所以去背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順便交代一下 剛剛是 是這裡 是這裡 序背網站 JSPEDOS picture 怎麼上材質 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算是3JS的一個補充 那下面還有講的事情是HUD HUD要看哪裡 要看這裡 這一份 這一份 因為在我的這個 酬式範例裡面 我HUD有特別做了一下 然後是在 等一下告訴你夜數好了 在第12個範例 那我先把那個打開好嗎 先把SERVER打開 SERVER SERVER AR.JS STARTING PORT 8080 放著 發信4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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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Localhost 8080 發信4搜 大家對這個應該 比較熟悉了吧 MyExample OK Index.HLL 也要看的是第12個範例 叫做HUD pick class button 迢去 睡覺要照一下 屬於 誒 喂 啊不是人啊 是HERO好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好 你也有看到 注意看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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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基本上面這做什麼事情 我做了一層按鈕好嗎 我做了一層按鈕 所以如果 這是你的手機 的畫面 那你是不是可以想像說 我手機上面有一個這個黃色的按鈕 我點來決定它要轉跟不要轉 事實上它不是只有要轉跟不要轉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 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字 OK 注意看喔 注意看這個字的變化 我按下去 欸 喂 為什麼 不聽話 OK 好我先跟你講 寵詩的部分好了 等一下再回來告訴你說為什麼他不聽話 寵詩在這裡 對 接著是第十二 好嗎 第十二 十二你就找一下 應該是在 這裡嗎 對 這第十二 有沒有看到 所以基本上面這個概念呢 這概念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這是原來這大方框框 是你現在的螢幕 OK 然後這大方框的size呢 不管它多大好嗎 不管它多大 然後我就在上面要疊一層 疊一層2D的螢幕 我稱為叫做HUD Head up display Head up display OK 抬頭顯示器 然後這個抬頭顯示器 我要給它一個座標系統 這總共有多大 你這螢幕是不是從這裡到這裡 是你的寬度 是你的wind 這裡到這裡是你的height 總共有這麼多個像素 對嗎 然後我會把這個 我會得到一個 這個wind 去height 叫做WH ratio OK 可以嗎 WH ratio 就是 wind 寬高比 寬跟高 這是寬 這是高 所以是寬比高 寬除以高 得到寬高比 那寬高比的時候 我在我的HUD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設定一個 所謂操作範圍 它的寬高比 它的寬高比跟你的螢幕 是一模一樣的 對 所以通常我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這個 我這邊我會有一個 好難講 如果這叫X 這叫Y 我的X 射成 Health H射成10 Health H射成10 我這個好寫反的 難怪講的怪怪的 對了 這好寫反的 所以這個是長這樣 可以看到嗎 可以看到嗎 這個是負10到正10 來我們等 螢幕出來 Health H射成10 Health H 所以這邊是負10 這邊是正10 那就這邊是多少 好 假設這個半 半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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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個想錯了嗎 左邊右邊 沒有啊 沒有 所以我就改錯了 你知道嗎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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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 OK 所以 我的橫的這一段是從 這是X作標 是從 寬度 給 一半的寬度 負一半的寬度 到一半的寬度 這是這個作標 那值得呢 是 這是H 這是高度 負一半的高度 到一半的高度 所以這個是HUD作標 這個也沒有問題 我來講一次 這個是W 這個是H 這個是H 那這個是HUD 那這個是HUD HUD 負為HUD 就是正HUD 然後這個是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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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 OK 那不管怎麼設 我這邊值的設法是 第一個我先把它設了4 OK 然後W除以H 跟我的WH 寬高比要一樣 寬高比哪裡來 寬高比是從螢幕打開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螢幕的視窗的寬跟高 得出來的一個比例 OK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視窗之後 我設立了一個3GS的2D的 叫做autographic camera 這是左邊 右邊 上面 下面 前面 後面 所以一塊來決定我的2D的世界 世界要怎麼弄 OK 然後這個按鈕在哪裡 假設你剛剛看到那個按鈕是在這裡 按鈕中心點在這個東西的一半 所以中心點是在哪裡 是在0 然後半高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half h 這個一半 所以是-half h 除以2 到這裡 OK 然後button是一個class 所以 這個科目沒有講class 柏爾跟Java Java的class是類似 不會有一個建構 只要有建構button button要建構的時候 它是一個圓的東西 這兩個是圓心 OK 2D的 然後是什麼 HUD座標 OK 那size呢 是半徑 是這個圓的半徑 所以如果要畫這個紅色這個圓 我這邊有個size OK 所以button 1 我就給這個button size 那button size給多少 fh是這一段 對不對 高的一半 高的一半之後再取1 3分之1 所以大概是這一段 這四一圓 不見得很準 OK 所以就是這個圓 那你做了一個circle geometry 這樣的button size 那我現在只做黃色透明 透明度80% OK 對不起 不是80% 80%不透明 所以只有一點點透明 那你這邊 你的作業可能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改成什麼 改成要貼材質 改成要貼材質 讓你的按鈕稍微漂亮一點 OK 然後有個button 然後有個 然後有個 這是你把 下面這行是把button 放在HUD的場景裡面 我這邊有個SIMHUD 表示這是跟整個合成場景不一樣的場景 這是一個2D場景 這是一個HUD場景 這是一個HUD場景 所以HUD場景只放按鈕 是用來放按鈕的 OK 所以加了按鈕 那就是因為按鈕寫成class 所以你如果要做另外一個按鈕 只需這個倒數第三行 你做一個button2等於new button在哪裡 它要放在哪裡 你又另外自己放就可以了 OK 那button裡面提供了一個method 叫D2 to V 它可以算V到center的距離 所以這個什麼 delta x 平方 delta y 平方 開根號 這就是你所熟悉的兩點之間的距離 好 現在問題是 等下去之後 我怎麼知道說 我有沒有點到 比如說我這個點點點沒有 點進去了 那就是要看這個距離 好嗎 就是用這個D2 V 這個距離 所以你在整個anime當中 重點 對不起 你有這幾個東西 一個是mouse stop 滑鼠按下去的時候 你要把滑鼠的什麼東西 你要把滑鼠的 坐標做一個轉換 一個ndc x 然後進入一個 function 叫做pick compute 用來計算你pick到誰 OK 那這邊有個小小坐標轉換 我旁邊這邊有刮起來 滑鼠點下去的時候 經過這樣轉換這兩個let ndc x 跟ndc y 它的坐標是normalize 乘負1到1 負1到1 換句話說 滑鼠點到這裡 是負1 x負1 y也是負1 然後滑鼠點到這裡 x是正1 y也是正1 那這是正1 正1 負1正1 負1 負1 正1負1 有四個向線 OK 得到的叫做ndc坐標 可是當我要去計算這個東西的這個v的時候呢 我要用的是hud坐標 所以這邊我要用一個這個轉換 要從負1到正1 乘以負1到正1 轉到負 負 負 半寬 半寬 到半高 對 這個轉換 所以你會發現說 pick compute 一進來之後 就用坐標轉換 前面的乘以w 後面乘以h OK 轉換之後再去call 你現在button1的d2 OK d2之後呢 然後 做什麼 好 我在螢幕上面會把 幾個東西印出來 好 這邊順便是一個機會教育 尤其是你在手機上面執行的時候 手機沒有counsel OK 手機沒有counsel 所以你一些重要的偵錯訊息 就是要必須要放在你的p裡面 所以你先把p要做的字串都把它弄好 我現在先把距離 算出來距離 跟你的hud坐標 滑鼠點下去的坐標 通通把它印出來 然後看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當然是最重要的判斷 你距離如果比button size要小 距離跟半徑的比 如果距離比半徑小就是有點到 那你的cube spin就toggle 要不然就是沒有點到cube spin維持 原來的狀態 可以嗎 上面這個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現在有兩個螢幕對不對 原來的AR的螢幕 跟你的合成場景的螢幕 還有一個hud螢幕 所以你必須要Render兩次 所以在你的anime當中 這三個紅箭頭是重點 原來只有第二個紅箭頭這裡 對於你的場景 合成場景跟真實場景 對於這個camera做Render 現在你多了一個場景叫C&HUD 多了一個camera叫CameraHUD 要利用這個camera對於只有一個按鈕的場景 做Render OK 那每次清掉之後 畫AR場景 然後再畫HUD場景 每次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OK 那這個叫做Multipath Rendering 這是計算機圖區裡面才會講到的 不過這邊會用到 所以就先這樣的機會教育 跟大家交代一下 OK 那我再試一次給各位 從試講過了 所以 我再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試的時候呢 我就想把Console打開 看你可不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Console呢 會建議大家不要放下面 你最好把它放 放什麼 分隔視窗 然後把它大小調整一下 OK 因為我會印一些訊息出來 然後呢 你的主視窗 會把它調小 調到四到三是有點太大 OK 大概這樣 然後 然後 重新開始 好嗎 重新開始 OK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on resize 一開始的寬度 是856個pixel 一開始的高度 是618個pixel 是現在你開的視窗的 寬跟高 然後呢 現在 現在 放下去了 東西在這裡 東西在這裡 我們先看這個好嗎 你記得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第一個是距離 跟 button 中心的距離 那第二個事情 滑鼠點下去的HUD 坐標 我們先看那個圓掛弧裡面的坐標 好嗎 看得到嗎 OK 比如說我現在點這裡 你會發現說這個是 看Y坐標 好嗎 Y坐標是不是差不多正十 這超過負十 這超過負十 有看到嗎 這邊是負十 這邊是正十 這是Y坐標 那你的X坐標看一下 大概13.6 然後這邊大概負13.6 所以這整個是你HUD 坐標的概念 那你的圓在哪裡 圓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中心點是不是在這裡 OK OK 你看 有看到字嗎 有看到這個 down跟up嗎 你有沒有看到我現在 好像不太穩定 我現在沒有在按 我先按下去 我先按下去沒有放 所以一直是down down 我把它舉起來 就會up 放下去 放下去 down 舉起來 up 好 這件事情是怎麼做到的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就要看一下城市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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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要看一下城市碼呢 我知道 你應該也可以知道 它叫做這個 corrected 來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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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另外一個市窗來了 好 过去 好 这是你刚刚看到的东西 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讲的 就是补控一下 刚刚你是在看到这个 刚刚any 美这边 any 美这边 很重要的198行 要clear 一目清掉 199 直接画AR场景 包含你合成的 还有实际的场景 然后201行 是要画什么 是要画HUD场景 然后这边有个清掉 那原则上 以前都是系统帮你清 你现在要选择自己清 所以在67行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Auto Clear等于Force Auto Clear 自动清除 Before 是True 所以系统会自动帮你清 你不需要呼叫Clear 可是因为你现在要做Multipath Render 你现在一个萤幕要画两次 叫做Multipath Render 一个萤幕画哪两次呢 第一个画AR 第二个画HUD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Clear FORCE才有作用 它才有作用 另外一件事情是 刚刚那个滑鼠按下去 滑鼠按下去 实行 Mouse Down NDCX NDCY PigCompute PigCompute 来决定 它现在的位置 跟按钮的距离 这个东西是怎么进行的 是因为你在Init里面 这边你的Window 有加了一个Event Listener 叫做Mouse Down Mouse Down 就是滑鼠左键 滑鼠只要有键按下去 不管哪一个键 只要有键按下去 它就会执行你定义的 你的Callback 叫做Mouse Down Mouse Down在哪里 Mouse Down在这里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痊愈变数 叫做Down OK Mouse Down 除了侦测有没有PigC之外 Down会变成True 那你说Down变成True 会变成什么东西 就是在Any 里面 你会发现说206行这里 如果有Down的话 那个字会变成Down 如果没有Down的话 那个字会变成Up 所以一般当我没有这样按钮的时候 你看到是Up 然后按下去的话 会变成Down OK 那你说提起来 很不幸的这件事情 Event Listener 只有针对滑鼠按下去的事件 才有反应 滑鼠按下去的事件才有反应 如果你要针测提起来 那个事件名字叫做Mouse Up OK 所以你喜欢对Mouse Up 要做反应 那Mouse Up做什么事情 Mouse Up 滑鼠都提起来了 所以没有什么选不选择的问题 所以Mouse Up的Call Back 只有非常简单的Down等于Force 那一旦Down等于Force 你前面的那个列印 这个列印就变成Up OK 我唯一提醒你要注意的一点 我把这边打一个点点点在159号 很重要的一点 我现在是怎么执行啊 我现在用笔电加Webcam 然后出了一个视窗在萤幕上面 那我用我的Touchpad 或是我要我的滑鼠来点我的萤幕 所以有Mouse Down跟Mouse Up 如果你现在是真的是 是用手机在弄 就没有Mouse Down跟Mouse Up OK 那你就要用另外一套 它的Event 它的Event叫做Touch 知道吗 它的Event叫Touch 关于Touch呢 有好多事情可以讲 那我不想讲那么多 我先告诉你说 东西在哪里 叫在这里 OK 它这整个一套叫做Touch Interface OK 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 现在用手机 去照下这个QR Code 我的手机 你可以玩玩看好吗 如果 我可以让你看得到我在看什么吗 也许可以 也许可以 对不对 让我试试 这样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 你就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机 你有看到我的手机吗 这是你点QR Code 你会看到的东西 然后第一个你点下去 你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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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回去 下一个 画锐 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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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到聲音嗎? 請注意到一件事情 Touch Interface Touch Interface 跟滑鼠最大的差別在於 我可以Multi-Touch 那個叫音卡住了 其實這樣會好一點 為什麼不讓轉 好住人喔 哎呀! Much better 看到嗎? 這個螢幕會跟著動喔 這需要另外再Google一下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OK 所以簡單來講 在手機裡面 你沒有滑鼠 手機裡面沒有滑 沒有定義滑鼠這個東西 那所有事件都必須要用Touch Touch可以Multi-Touch 那Touch怎麼樣 這個叫做Touch Start Touch Start 開始觸摸 這叫 的移動 Touch Move 然後舉起來叫做Touch End 我再講一次 Touch Start 開始 Touch Move 舉起來Touch End OK 那對應到Piano 它就是 聲音的播放 然後 聲音的轉變 聲音的結束 Touch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囉 Touch 看 所以這個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我留下幾個範例 放在 放在 HitHub上面 然後 這邊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你怎麼知道說你在哪裡 那這個可能要各位如果說你是Android HitHub的話 你自己要偵測一下 你自己要偵測一下 這邊有一個Navigator 有一個Metacore 我這邊只有偵測是iPhone iPod 還是iPad 如果是的話 iOS device會變成True 然後如果iOS device是True的話 我就要把它變成 Touch Start Touch Move 如果不是iOS device的話 我現在就用滑鼠 用滑鼠 然後這裡面呢 我已經都幫你處理好了 所以滑鼠的話 你是用滑鼠式鍵的 叫ClineX ClineY 來處理這個得到一個-1到1 可以從1到1之間的一個變化 那如果Touch的話 請注意剛剛講過一個Touch 可以多於一個Touch 所以 Touch isRent等於1 如果你只有一個Touch 那因為它可以多於一個 所以你知道Touch是0 來代表你現在的Touch的位置 那這邊叫EventClineX 這個叫做TouchesPageXPageY 每一稱的不一樣 你會發現下面的程式碼都一樣 OK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這個樣 這邊 我這個是用iPad iPad事實上是新鮮 效果比較好 對 這是這個 還有什麼 還有這也是另外的 那我們就 隨便講講 當中是機會教育 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有內建陀螺儀 他可以知道現在手機的方位 手機的方位就是沿著XYD 三個種它的圈管 量有多少 OK 我們通常就會 α、β、β、γ 那有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來做類似這樣的東西 看一看 這個就沒有聲音了 比如說 好像這個東西在這裡 然後我做了一顆球 它就會滾下來 就是所謂重力的塔 跟這個一樣 知道嗎 你有玩過這個吧 這個要讓它有重力偵測 它往下滑 當然是需要一些 還需要一些這個 進一步的這個測量 不過 還好 不會太難 那 那時候還有出一個作業 是找這個 下面就比較 就比較囉嗦了 我就跳過去不講 好嗎 所以 稍待一下 今天想要跟各位講的是 好像還有一個事情還沒講 現在還有其分還有 最後一件事情 指針 extric geometry是什麼東西 extric geometry是一種 你可以客製化你的這個 結合形態 可是它 有一定的做法 看圖說故事好嗎 這個 你要先定義一個shape 這個叫shape ok 好嗎 所以shape是一個2D的文過 通常是逆時 這什麼 這順時針喔 ok 看到嗎 然後再定義一個所謂true的setting 就是往這邊走 就是往這邊走 反正做出來是長這樣 ok 懂嗎 那你說這個3D哪裡來 這個3D是不是這個2D的形狀 往某 往正x 往正z方向 對不起 正z方向 你要做 一段的 突出 ok 所以一旦你有了這個shape 利用這些東西來定義shape之後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什麼 extrude geometry 是拿你的shape 和你定義的extrude setting 來得到一個geometry material另外 可以一樣的 我們看這個 這個呢 你可以有一個外圈 有一個內圈 外圈 內圈 外圈一定要是 是什麼 逆時針 只要是動的話 一定要是順時針 那有外圈 有內圈 你就可以做成 有動的東西 這個動會貫穿的 好嗎 因為直接是 正z手直接這樣吐出來 所以它會貫穿 ok 那還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變化 就是說 你吐出來之後 你的邊一定要被修啊 所謂修就是說 類似 行話叫做倒圓腳 ok 那是為什麼要修 因為如果你真實的東西 做到這樣子 這個腳是會割人的 這個邊也會割得流血 好嗎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圓腳的設定 在你的邊跟你的腳上 或是至少要做成這樣 ok 那這都是你要設定的 好嗎 那這個是2D 這個是3D 然後 我想說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 做到什麼地步 這個是一個教科書上 出現的一個工程的 零件 假設零件長這樣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ok 欸我有做出來嗎 face by face 每個face 只要我們見下 再說了 這個 講完了 所以這樣講呢 我會發現這部分好像有點太多 我覺得有點太殘忍 那你們的指針呢 指針怎麼辦 指針事實上有很簡單的做法 你用這個圓錐當頭 圓錐當身體 他就會轉了 好嗎 做一個劍就好了 可以嗎 有人知道怎麼做圓錐嗎 等一下圓錐你有上半徑跟下半徑 你只要把上半徑變成零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成圓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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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中間沒有休息 所以可以早點下課 問題是 這個作業要什麼時候叫 因為 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建議你不要放超過春假好嗎 下禮拜一就春假 春假每時間做作業 可是下禮拜三要上課 那我們這個 把日期調出來 Let's see 上市餐廳的邀請 上山什麼了嗎 要倒了嗎 要不要看一下 哎 今天禮拜一 不是吧 今天禮拜一 哦 是禮拜一 禮拜一 春假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放假 哦 啊什麼時候回來 六號回來 禮拜三回來 七號回來 十三號 好嗎 十三號 好嗎 十三號 忘記要說下次上課還有一天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六號 十六號 四曆 十六號 �v 是